吉安浩克艺术村在新春期间推出了 缤纷吉安幸福校园的新春连展 这是吉安乡第一次串联辖内有11所国中小学 由29位各校专业美术老师 精选出90幅杰出的绘画作品 在浩克艺术村来展出 让大家可以看到吉安孩子们的无限创意 还有艺术能量 为了鼓励学童进行艺术创作 吉安乡公所首次串联辖内11所国中小学 由29位各校专业美术老师 均选出90幅杰出的绘画作品 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村来展出 我们这一次的特展 是邀请到吉安乡各国中小学的孩子们的画作 呈现在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我们希望开启一个展览的平台 提供给我们吉安乡的孩子们 来探索来发挥 来呈现他们学化成长的历程 今天非常开心 来自于各个国小国中 总共有90幅的这个作品 一直要展展到我们2月22日开学之前 所以我们也邀请所有的乡亲 好朋友们来我们吉安浩克艺术村 看看孩子成长的 岁月的不同的生命故事 我们把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跟他们身边的生活故事 带进了浩克艺术村 希望每个孩子们都能够快乐 拥有自信的来展演 把他的画介绍给大家 吉安乡公所用心的为每一幅作品表备加框 还标示的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学校 让每一幅画作看起来就像是专业的画廊展出 让学生们提升荣誉感还有自信心 学校师生都很开心 艺术课程在每一个学校 它就是一个布定的领域课程 那只要每一个学校都可以实施教学正常化 那像我们的视觉艺术课 就是过去传统的美术课 还有这个表演艺术课 还有音乐课 这都是属于我艺术领域的课程 那只要学校实施这个正常教学化的过程中 让孩子可以尽他的能力 那规划相关的主题 那一步一步引导孩子来规划这些学习创作的一个作品 那平常我们如果让孩子有一些发表的舞台 那例如说呈现在布告栏啊 或是一个展示厅 那都可以让孩子的这个心情可以增加 这次国中小学生是以过年节庆为主题 发挥了无限美学创意和学习成果 每一幅作品经过小艺术家们 以水彩、彩色笔、文彩笔、剪纸艺术、立体创作等不同的素材 创造成长生活的期待和感受 虽然不是专业的话剧 不过更呈现出质朴、率真的艺术本质 别具趣味 借吕会既然相报道